欢迎收看从纽约看天下新闻节目 今天是1月4号星期一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首先要跟您报道的 而且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跟您一起探讨的 这是这个礼拜 在美国政治上面至关重要的一个礼拜 那么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明天是在乔里亚州两席联邦参议员议员的决选 这将决定哪一个政党控制参议院 是共和党呢还是民主党呢 后天礼拜三国会将举行会议 以证明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这个过程在过去呢 都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过程 每四年一次总统大选结束以后 就会要进行在国会里面的认证 宣读并且接受大选的结果 而在今年呢 由于去年11月3号大选的结果呢 那么以后风风雨雨一直持续到今天 川普总统他可能会决定 在礼拜三我们在国会里面 将进行了这一个过程 川普总统在周末的时候 打电话给在乔里亚州的国务卿 拉芬斯伯格 根据美国的新闻媒体所公布的 在这个62分钟的电话里面录音的全文 总统在电话里面试图要迫使 共和党的他的这一位同僚 能够找到改变乔治亚州 11月3号总统选举结果 所需要的选票 换句话说 总统希望乔治亚州 能够改写在11月3号的 这个选举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把最后的结果呢 像总统在输给了他的对手 拜登的选票 那么希望能敲哲亚州 能够重新点票 来把这些选票给找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电话的会议呢 现在已经在民主党 跟共和党的领导人当中 可以说是敲响的警钟 这是川普跟他的盟友 推翻这些结果的一个新的尝试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2名共和党的参议员表示 他们将会在后天等周三 复合众议员的这个共和党议员 来投票反对认证 选举人票最后继数的结果 关于选举舞弊的这个言论呢 现在已经平临于危险的程度 为明天乔治亚州的决选蒙上阴影 除了川普总统的这一起电话 造成猜疑和恐慌之外 持续的指控也发生了影响 对于邮寄选票所谓出现失常的说法 以及对于多米尼计票系统里面 电脑程序的种种指控 引起了某些人的怀疑 川普总统的说法加大了这一种怀疑 尤其是两党政治 两党的这个在选举里面势均力敌 结局对于双方都事关重大 那么因为这两党的候选人呢 在这一次乔治亚州的选举里面 他们双方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的票数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的结果 明天这两组二选一的决选里面 候选人彼此之间只有不到两个百分点之差 而到昨天进入1月5号决选日 还不到48小时 已经有300万人完成了投票 继选连任的共和党现任参议员博杜 David Perdue以及凯利洛夫勒 凯利洛夫勒都落后在 他们的民主党的挑战者后面 在538民意调查机构 所发布的最新的民调里面 有48.7%的人说 他们将会投票给民主党的 奥索夫 那么奥索夫呢 他现在也是在进行挑战 共和党的Perdue 而他的对手Perdue是47.5% 奥索夫民主党现在领先 他共和党对手差距约在1.2% 另外那一组的候选人当中 民主党的沃诺克 沃诺克他也是用49.1% 领先共和党的洛夫勒 47.3% 双方差距1.8%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们这两组的人马竞选 团队能竞选当中呢 都是现在可以说是 所谓的neck to neck 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 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是短兵相接 非常非常的接近 而越是这样子的接近 也越容易造成选举上面的一些的认证 这个认证跟彼此的纠纷 川普总统一直还在警告 共和党人说 乔治亚州的选举将会是不公平的 川普还预告说 不幸的是在乔治亚州 他们还是在使用同样非常糟糕的多米尼系统 就像他继续的感叹 在2020年11月3号总统大选里面 充满他所谓的腐败和作弊 川普的支持者和共和党的官员 已经分别提出了50多项诉讼 试图要扭转拜登在摇摆州里面 获胜的最后结果 但是这些努力显然都已经失败 当选的 拜登表示 一些州的民选官员 玩弄这些法律手段 试图让最高法院出手 把他这个2000多万美国人的选票 给抹杀掉 这2000多万人是属于 在这些摇摆州里面的选民 乔治亚州最高选务官员 州务卿拉芬斯伯格 是一位共和党人 他表示 其实这个所谓的舞弊的问题 在乔治亚州老早已经是尘埃落地 他说数字不会撒谎 有些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承认拜登胜选 但是川普的舞弊指控使得乔治亚州的决选 蒙上了阴影 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在昨天发表一篇社论 严厉的谴责共和党让人瞠目口呆的伎俩 对抗当选总统拜登在选举人学院的胜利 那么华尔街日报警告说 此举可能会对国家和政党造成永久的损害 这篇社论里面写着说 选举学院的这一种选择将无法达到目的 因为众议院民主党人不会参加 但是你要想象一下 如果众议院是共和党控制 并且真的为所欲为 那么8100万支持拜登先生的美国人 将被一个内部计划所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 政治的反应将会是像火山爆发式的 而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有大约超过100名众议院的议员 跟至少12位参议员表示 他们将会在后天礼拜三 正式反对选举人学院的选举结果 并且他们援引1887年的选举技术法律 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委员会认为 共和党这个企图是违宪的 说那个法律并没有赋予国会 对州的选举人的决定 进行第二次选择的权利 社论委员会又说 领导行动的共和党两位参议员 米苏里州的霍利 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 都被视之为是2024年潜在的 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 这些编辑写着说 但是这将是民主党人肯定 会在未来的大选里面 好好利用的先例 也使得共和党在四年之内 重新执政的那一种政治战略 可以说将会是非常糟糕的 一个一败涂地的一个战略 他们在社论里面有补充说 通过放纵川普先生 共和党人正在帮助他分裂 分裂共和党 并且继续作为潜在的 一个国王的制造者 这可能会损害他们在2022年 重新夺回众议院的绝佳机会 至于2024年社论编辑委员会说 那我们要祝你好运 努力争取川普的支持 他也可以再次竞选提名 或者如果输了 那么可以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 他又再度参加竞选 并且保证 卡玛拉·哈里斯将可以获得胜利 川普总统在礼拜六晚上 跟乔治亚州务卿拉斯芬伯格 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里面 向拉斯芬伯格施加压力 要求他找到足够多的选票 来推翻他在乔治亚州总统大选里面 失败的最后结果 拜登的高级助理和顾问鲍尔 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评论说 这一段录音录下了川普 攻击美国民主的整个可耻的经过 他说我们现在有无可辩驳的证据 来表明总统对自己的政党施加压力 并且威胁要让他撤销 乔治亚州合法的经过确认的选票技术 而在乔治亚另外推出一个人选 通话录音事件传出之后不久 总统发了推文 推文里面说 对不起 但我们正在谈论的是 有关摇摆州的选票 那个数字非常大 完全是具有决定性的 只有民主党人和一些里诺 Reno一些人敢于对此提出质疑 即使是他们知道这是真的 川普在第二次推文里面又继续说 摇摆州甚至于没有遵照其州议会的命令 这些州的选举法是由地方法官和政治将来决定 而不是他的立法机关制定的 所以涉及的违规和欺诈那都是虚假的 在整个62分钟电话谈话里面 周五卿拒绝了川普有关于大选的他的看法和断言 声称他是在引用已经被揭穿的理论 也就是总统在所引用的那些说法 都是一些在法院里面已经被推翻的一些的说法 虽然川普总统的言辞非常恳切 低调 甚至于含糊其词暗示会用犯罪来向威胁 川普说拉斯芬伯格没有采取行动来推翻 结果正冒着巨大风险 拉芬斯伯格在电话里面则是强调说 拜登在乔治亚州的12779票的胜利 是公正以及准确的 法律专家和国会议员都说 川普总统向共和党籍的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拉斯芬伯格电话里面施加压力 要求早到足以超越拜登在乔治亚胜选的票数 这恐怕触犯了禁止硕士选举股币的联邦法律 和乔治亚的刑事法律 涉及到违反乔治亚州的州法部分 特别受到瞩目 因为州法律的犯罪 不是总统特赦权限范围之内的 所以川普也没有办法为自己提前赦免 乔治亚州的州法律对于教唆选举舞弊 以及密谋从事选举舞弊 这两项犯罪都定有条款 联邦法律当中也有明文的规定 明知道具有实质错误 虚假或者欺骗 却仍然故意取得选票 投票或者计票就会构成犯罪的行为 Politico新闻网站报道说 川普总统2号打电话给拉斯芬伯格的这一通电话 让某些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感到非常的忧心 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则说 川普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乔治亚州州选举委员会 在昨天提出了对川普总统跟州务卿 布拉德·拉芬伯格的所谓威胁的言论 开始展开调查 选举委员会五人小组里面 唯一的民主党人沃利 David Worley 他在给拉斯芬拉芬伯格一个电子邮件里面写着说 这个调查将有助于确定这一起事件 是否违反了乔治亚州的法律 包括其中禁止任何阴谋 进行选举欺诈的相关规定 在除了乔治亚州的 这一个选举的有关的事件之外 另外多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 企图在6号推翻选举人团投票的结果 阻止确认民主党总统大选人拜登胜选 这个目前现在已经是非常引起政坛关注的事件 知名的历史学者史乃德严正表示 这种行径应该被称之为是一种政变 不过史乃德说 不像过去几届总统大选 2020年的大选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人民 也是感觉到羡慕的 因为报道必须明辨是非 都告诉了读者发生了什么 什么是此时 但是另外一方面 苏福克大学和今日美国报最新的民调则显示 有高达83%的福斯新闻网的观众认为 拜登设选并不合法 多个支持川普的组织 现在已经向华盛顿特区警方申请在6号进行游行的许可 部分也已经获得批准 极右派的组织 骄傲男孩的成员号召当天上街 但是呼吁更改过去的黑配黄的造型 用伪装现身 并且用小队的形式来分散到华盛顿不同地点 他们有可能全都穿上黑色的衣服 跟极左派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 安提法相似 类同 执法人员现在正准备应对当天6号的可能冲突 而且密切监察以及评估可能的威胁 但是拒绝透露如何去部署 华盛顿市区很多餐厅跟商业楼宇 已经用木板围起了建筑物 以盛防受到破坏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预告 游行将在当地下个礼拜 当地时间6号早上11点开始 要求终止窃取选举 川普又扬言在当天会公开大量的舞弊 选举舞弊的证据 在这一波的种种政治动荡当中 也造成了共和党参议员的分裂 至少有12位共和党的保守派联邦参议员 试图在6号推翻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当选结果 但是共和跟民主在两党重量级有10位参议员 则在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其他的议员支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连川普总统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参议员戈里汉也都认为 指控选举诈欺的成功机会是零 两党10位参议员的联合声明里面明确的表示 这次选举已经结束了 在目前的时间点 持续针对2020总统大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是明显的违背美国人民的名义 只会危害到选民对选举结果的信心 选民已经表达了名义 国会就必须要履行职责 确认选举的结果 是应该向前走的时候了 今天川普总统和当选的总统拜登 将分别前往乔治亚州 他们要为在乔治亚州明天举行的 两席美国参议员的决选 过后的和民主党候选人来助阵拉票 明天的这一个决选结果 将会决定未来两年哪一个政党 控制联邦参议员 川普总统在今天晚上 将在乔治亚州的西北部乡村 Delta举行大型的助选集会 这也是他在1月20号离任之前 最后一场大型集会 在乔治亚传统的乡村和保守选民的前面 预料川普将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而拜登则将在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 展开助选 川普的副总统彭斯 届时也将在亚特兰大南部乡村进行助选 共和党人现在担心 川普一再的对2020总统大选的抱怨 可能压低共和党的投票率 但是政党策略家承认 他的出现对于激发共和党热情 还是十分必要的 纽约时报在今天一个分析报道里面说 亚裔的美国选民在2020年发出的信息 非常明确 就是来找我们 请听我们告诉您的信息 我们可以帮助您获胜 随着在明天乔治亚州参议员复选的临近 来自全国各地的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者 已经加入了乔治亚州的地方团体 以确保成千上万 在大选中首次投票的亚裔美国人族群 再次进行投票 亚裔美国人全裔基金会负责人雅各布 他在谈到拜登11月的获胜的时候说 我们在州一级取得了胜利 从而使得乔治亚州从红色变成了蓝色 但是他又补充说 再次鼓舞感到疲倦的那些选民 将会是一个挑战 他说这将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要使他们感觉到 亚裔可以成为决定性的选民 不过选举数据也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些警惕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以为 不断增加的美国族群多样性 将会使得他们在投票中获得利益 但是亚裔美国选民和拉丁裔选民 已经明确的表达 尽管他们总体上支持民主党 然而他们的支持率跟黑人选民不同 而且仍然很容易被任何一方 特别是共和党所争取到 大约30%的亚裔美国人选民既不认同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很多人定居在双方都关注的郊区摇摆区 这是一个人口和政治的现实 已经在南加州部分地区出现了多年 南加州城县共和党执行董事 阿维拉表示 他发现有很多的亚裔选民 以及他曾经努力招募的潜在亚裔候选人 都是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共和党的想法 两位加州共和党人 Yang Kim以及Michelle Steer脱颖而出 成了第一批当选国会议员的韩依依依的女性 51岁的林詹尼斯 她在Yang Kim和川普先生投了赞成票 并且说共和党享有她和她的移民父母 最珍视的很多价值观 家庭 教育 自由行使 人身自由 以及有限的小政府 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AAPI 胜利基金会主席尼克尔则说 民主党现在真的需要请求 有一个很小但是仍然很重要的选民团体 需要被争取 那就是专注于要动员亚裔美国人 和太平洋岛民投票给民主党的候选人 在美国国会副总统彭斯 昨天抵达国会三庄 主持了第117届美国国会议员宣誓就职 并且根据宪法要求随即召开了新国会第一次会议 众议院随即再次选举议长 南希·波罗西以216票惊险地获得连任 迈入担任众议院议长的个人第四任 彭斯副总统首先主持了参议员的宣誓就职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跟他新当选或者连任的参议员同僚 分别完成了就职 麦康奈尔的妻子 现任交通部长赵小兰 陪同在他一边身边学士 彭斯接着到众议院参加了433位众议员的就职仪式 民主党在117届众议院里面占多数席位 222席大会顺利地选出了 民主党领袖波罗西连任议长 参议院的参议院控制之争 目前还存在疑问 这要到明天举行的乔治亚州 两个席位参议院的绝选收复 才能够确定哪一方政党掌控参议院 如果共和党在两组竞争里面 应到至少一个席位 那么他们将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 但是如果民主党能够把这两个行为 统统换成蓝色 双方就会以50席对50席平手 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就可能成为民主党投下决定性一票的 这位多数民修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的就职委员会 在昨天宣布 拜登1月20号的就职典礼 将有别于传统和规模 到时候将会举办一场虚拟的巡游 用电视直播的方式来取代 防止病毒传播 与会者的名单将会在日内公布 拜登跟后任副总统贺锦丽 当天在国会大楼西边宣示就职以后 将会和各自的伴侣到大楼东面 参加阅兵仪式 然后拜登在各个军事部门代表的护送之下 由15阶前往白宫 这期间将会保持社交距离 就职委员会表示 然后的庆典活动 由传统的民众巡游 改成为虚拟的巡游 并透过电视直播 委员会说 游行将庆祝美国的英雄 刻画不同的州跟地区各行各业的美国人 在新美国时代开始之时 反映出美国的多样性 传统和任性 美国国会没有能够批准 把冠状病毒刺激经济计划补助 增加到2000美元的措施之后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米奇·麦康奈尔 以及众议院议长南希·波勒西 他们的住所遭到了破坏 麦康奈尔在肯塔基州 路易斯维尔的家门前 被涂上了白色喷漆字样的 Where's my money 川普上还用红色写着说 Mitch kills the poor 米奇杀死了这些穷人 这位共和党领袖在一份声明里面回应说 我在职业生涯当中 一直在争取第一修正案 并且捍卫和平抗议 我感谢每一个参与民主进程的 坑塔基人 无论是他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这是不同的 破坏公务和恐惧政治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没有地位的 麦康奈尔说 他跟妻子赵小兰 并没有受到威胁 但是希望我们在 路易斯维尔的邻居 不会因为这种激进的情绪 而感觉到不方便 在佩洛西旧金山的家 车库门上 礼拜五被污损 上面写着 2K2000块 取消租金 和我们想要全部 警方说 地上残留有假的租头 跟假的血迹 旧金山警察局特别调查部门 现在正在调查这样的破坏行为 佩洛西议长 还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 在有关美国的疫情方面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到昨天突破了35万人 川普总统却说 这个数据被夸大了 首席防疫专家佛奇医生 公共卫生署长亚当斯 等多位公共卫生的高级官员 不刺川普的这个说法 并警告 在圣诞节跟新年假期之后 数字还会继续增加 原汉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美国至少有 2062万3578人被确诊 已经知道有 35万1452人并莫 美国已经配发了 辉瑞以及莫德纳新冠疫苗 保健造保护健康照顾的工作者 养老院的居民 以及80岁以上的长者 可以优先群体 优先注射 但是各地方的预防接种计划 似乎是缓慢而且混乱 联邦政府的疫苗研发工作小组 神术行动 原定于在2020年年底 可以让2000万人接种 但是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到2号礼拜六晚上 只有430万人被接种 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3% 在纽约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纽约市接收的新冠疫苗当中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已经接种 包括已经宣布参选2021年市长选举的 市主机长斯靖格和布鲁伦区长亚当斯 以及纽约市议文Mark Levine 等众多名选官员 昨天都分别发表声明说 纽约州跟纽约市的疫苗接种进度太半 并且他们提案建立一个 全天候的疫苗接种中心 来提高接种的速度 纽约市长白思豪 在此前曾经设立一个目标 希望全市本月接种100万人 白思豪日前表示 纽约市政府毫无疑问将会加快接种的速度 但是目前仍然需要遵守 州政府制定的接种顺序 卫生局的数据则显示 纽约市目前已经收到39万1千剂的疫苗 然而截至礼拜六 只接种了10万5千人 斯靖格表示 纽约市卫生局要迅速地扩大接种规模 应该立刻接种所有的医护人员跟养老院人员 所有私立医院也要成为接种疫苗计划的一部分 所有可用的疫苗赶快赶快尽快地接种 纽约州的新冠疫苗未见好转 而新冠总住院人数则接近8000人 州长葛默昨天表示 他跟他的家人依照规定轮到可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都会接种 但是他也表示新冠疫苗让很多不公正暴露出来 因此在接种的时候要确保所有的主意跟收入的民众都可以公平地被接种 他自己不会优先接种 葛默通过视讯在纽约一个教会里的礼拜活动里面讲话说 自己不是传统政客 将在疫苗分发过程中自立于社会和种族的争议 他说我也希望接种疫苗 但是我会等到疫苗向我所在的年龄段开放以后 非洲裔西班牙语义和低收入社区都能接种以后 我才会接种 我会继续等待接种 现在给一线的工作人员先接种更是重要 在纽约华人聚集的法拉盛 最近疫情指数直线飙升 对此亚美医师协会总裁及会长刘继高 在昨天表示 华裔的民众疲惫于防疫的心态 使用不能够防疫的Bush口罩 也有越来越多违反市政府规定的户外餐厅和民众 对疫苗的误区理解错误 而导致当地确诊率飙升 他呼吁商民要提高警惕 切记掉以轻心 导致病毒的扩散 刘继高说 以法拉盛市中心越来越多的户外餐厅举例 部分餐厅只是在户外搭建一个更小的 所谓的户外 但实际上也等于是室内餐厅 每张桌子相隔不到六尺 还为了保暖 有些餐厅甚至于不透风 前来用餐的顾客更容易感染病毒 他说如果隔壁桌的一个人带着病毒 那么周围的顾客都要遭殃 纽约新当选的布鲁伦民主党委员会副会长 马斯洛 Laurie Maslow 在日前在他的个人社交新闻媒体上面发布 拒绝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 甚至于说他自己无法直视中餐 这些言论遭到了众多民众抨击 他是仇恨的言论 尽管他很快的道歉 但是昨天布鲁伦民主党委员会决定把他出名 同时他也是周众议员第41选区的民主党女性党代表 2号他在个人推特上面引用纽约时报 一篇有关于美国的公司面临中国关税问题的文章 评论人写着说 我们厌倦了从中国买进商品 他们如此对待我们欺骗我们 我个人将绝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品 加入我 我甚至都无法直视中餐 这个言论很快引起众多网民的抨击 马斯洛当天也把推文立刻删除 但是已经被民众截图留存了 在昨天晚上他在推特上对此道歉 布鲁伦社联会则对此发表声明说 我们怀疑社区感到被冒犯并因此而受伤 这种破坏已经完成了 你的道歉没有任何价值 昨天布鲁伦民主党委员会快速的做出了反应 开除了马斯洛副会长的职务 在纽约位在纽约市皇后区 阿姆克斯特皇后区购物中心 在今天早上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汽车 有引爆的嫌疑 纽约市警方随后清空这个购物中心进行调查 在今天早上11点左右解除了封锁 一切安全 警方说这是一场恶作剧 今天上午8点30分左右 在阿姆克斯特56大道跟皇后大道的皇后区购物中心停车场 有人发现一辆内华达州车牌的特斯拉汽车 连着一个小怪物的物体 上面写着说黑人的命也是命 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 经过调查这就是一场恶作剧 没有人被逮捕 在纽约华部的坚尼路 作为马哈顿华部的主要干道 最近发生了一起警匪追击案 一名男子吃棒球棍连续打伤了几个人之后 劫车逃逸 不久在下沉六大道附近被警方拦截创毁 这辆车毁之后仍然奋力抵抗 最后被电器所制服 根据警方调查 有十个人在这些案件当中受伤 同时警方也认定嫌犯是无故的攻击 所有受害者都是嫌犯临时起义决定 警方表示案子发生在礼拜六晚上七点半左右 42岁的汤姆森 他持木制的棒球棍 在尖尼路地铁车站里面先打伤了三个人 然后从站台到路面再攻击另外一个人 连续打伤四个人以后 汤姆森并没有停手 警方说随后他又走向路边停泊的一辆吉普车 在胁迫司机下车以后开车逃逸 在他开到接地路跟六大道处 被赶到的警方所拦截 结果创上了一辆警车 然后弹道路当中 隔离带创毁 警方说在劫车之前 他曾经试图攻击两名路人 以及劫车另外一辆车 但是也都没有成功 在这场追击战结束的时候 汤姆森仍然还奋力抗计 拒绝从创毁的车子里面走出来 最后警方不得不用电击棒来把它制服 并且逮捕 在前几天我们节目里面 曾经向您报道一群汽车单车的恶哨 日前在马哈顿多次莫名其妙的 攻击道路上行驶的车辆 包括围攻一辆宝马汽车 还把挡风玻璃给踩碎 其中一名15岁的嫌犯 在12月31号除夕当天被逮捕 市长白思豪公开批评 这一起案子极度恶劣 所有的嫌犯一个逃不掉 在12月29号发生的这起事件当中 几个骑乘单车的青少年 在马哈顿第五大道跟21间 围攻一辆宝马轿车 目击地把视频连发布社群的媒体之后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根据视频 几名青少年轮流跳上汽车的应景盖 而其中还有一个人用单车砸向汽车 还有一个人把挡风玻璃给踹碎了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为您报道 这是如果说您现在到纽约的唐人街 您会看到在唐人街市中心的雾街 一夜之间灯火通明 居民醒来以后 有多达250盏的挂在街道上方的紫色 粉红色橙色金色的灯笼 当地的艺术家在每一个灯笼上面 绘制了异想天开的各种设计 以及吉祥人物 富 以求好运 喜 为和平 其他还有很多单字代表着爱情 幸福财富和长寿 广告商阿玛瑞西亚 马克思戴维森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这是一个可以鼓舞人心的社区 他们的广告公司 专注于亚裔美国人的企业家 他说从今年1月 冠状病毒大流行初期 唐人街就开始遭受到疫情和仇外心理的灾难 很多本地的企业收入下降了50%到70% 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至今没有任何改善 灯笼将会至少保留到今年农历新年 Light Up Canada 是一个基本的倡议 通过捐赠不断进行 到目前为止 这个组织已经筹集到了三万两千美元 演员史密斯跟非盈利亚裔美国人平等会 合并捐赠了一万美元 Light Up Canada 这个组织希望最终能够筹集到四万七千元 使更多的街区看起来有同样的吸引力 接下来要点亮灯笼的 是Must Street跟包里街之间的Bayer Street 这个灯笼的创意来自于26岁的默克 他在唐人街出生长大 是物街46号面包店的经理 现年25岁的Wendy何 则是负责项目筹资 他说本地的企业提供了大部分资金 我们欢迎任何规模的捐款 但是45块将会在悬挂的灯笼上面 刻出一个人的名字 150块捐款就可以有一个匹配的灯笼 带回家去 灯笼是来自于历史久远的华人珠江百物公司 默克说服了十几位志愿者 跟照明的专业人士一起悬挂灯笼 有的时候他们工作到凌晨三点 受到Chelsea Market Chelsea市场精心制作的户外用餐 照明设施的启发 他们把250个灯笼里面 每一个都侵泡在聚氨纸混合物当中 以保护灯笼的组合元素 免于受到伤害 误解灯笼终于经受了第一个考验 在圣诞节前夕的风暴 使几十万纽约人失去动力 但是误解的灯笼依旧高选择 而对于默克先生而言 最大挑战则是说服中国城的老堂会旧组织的成员相信 新中国城的形象跟照明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 在纽约邮报的记者罗斯纳在推特上面发布了有关灯笼的视频之后 默克也恳求纽约市长白思豪能够为纽约中国城做出更多的事情 营救中国城唐人街当前萧桥的经济 以上是在今天从纽约看天下节目为您播出的重要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跟您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